4月8號經過場刊之後 審查委員認定 台灣的草皮狀況不能比賽 4月16跟17的比賽要延賽 不對啊 怎麼會是延賽 應該是要換場地打吧 就跟你們開啟的前六場主場比賽一樣啊 現在這個情況不是場地的突發狀況 也不是什麼添透的因素 而是你在一個月前 就已經知道場地有可能不能夠進行比賽了 你有一個月的時間去準備場地的備案耶 會場都說有在做準備跟因應措施了 結果場地呢 怎麼變成直接延賽 嗨嗨我是Josh 現在的時間半夜2點多 我怎麼會這個時間還要拍片啊 4月8號中華職棒聯盟的新聞稿說 經過今天的場刊之後 審查委員一致認為桃園球場的草皮狀況不佳 4月16跟4月17在桃園的比賽不能進行 延賽日期將例行公佈 這個消息在PTT直接燒起來 為什麼呢 我先來為不清楚前一後果的觀眾們說明一下 去年的11月13 桃園市長宣布桃園球場要開始進行整修 桃園球場從2009年完工以來 就沒有進行過大規模的整修 很多地方都已經老舊 夜間照明也有量多不足的問題 當然還有最為人所詬病的排水問題 我之前都會開玩笑說 只要比賽前有人在球場上打翻了飲料 應該就要延賽了 這次的整修工程針對這些問題都會進行處理 預計要在今年的4月前整修完成 這樣就可以趕上星球季的開打 這篇新聞直接被推爆 桃園球場爛了那麼久的排水問題 終於有機會解決了 不然之前真的太扯了 隨便下個雨就變成游泳池 3不50就在延賽 那在修賽季期間呢 每隔一陣子都會有桃園球場整修相關的新聞出來 比如說12月6號 桃園市場有到球場詮釋工程的狀況 1月24號 二天領隊也有說 現在一切順利 排水系統會希望能達到雨停後30分鐘 就能夠比賽的狀態 這樣聽起來新的桃園球場超值得期待的耶 進度也都很順利 星球季我們就能夠看到重生後的桃園球場 但是到了2月6號 又出現了一篇跟桃園球場有關的新聞 這便是說桃園球場在2月4號 進行了球場草皮回復作業 之後將進行75天的養護期 並且力球3月底前完工 讓球季順利開打 體育局有說 這個養護期要讓草皮根部向下扎根 降低草皮在比賽中被產壞的機率 另外草皮養護得好 才能夠形成足夠的厚度 增加緩衝也避免選手受傷 那草皮長得均勻 也可以減少不規則彈跳 讓比賽能夠進行得更安全 聽起來很棒 但是你們有沒有發現一個數學問題 2月4號開始進行草皮回撲 我們假設那天就完成了 從2月4號開始計算75天 誒 肯定是趕不上3月底開季的 要到4月18才會滿75天 所以其實在那個時候 應該就已經知道基本上是趕不上開季了 一切順利的話 也要到4月中才有可能搞定 不過不用擔心 2月28的新聞說 桃園球場有使用了植物生長燈 有數據顯示在溫室裡 植物生長燈可以促進植物生長快6倍 這個燈太厲害了吧 雖然桃園球場不是一個溫室啦 生長速度不會快到6倍 但是只要稍微快一點 幫我們省個大概20天的時間 就能夠如期趕上開季了 結果才經過不到10天 3月8號就傳出消息說 桃園球場可能趕不上開季 最快要到4月中 才有可能回到桃園比賽 慢的話甚至可能影響到一個月 而樂天也已經開始恰群備案場地了 包含台北大巨蛋 新莊跟天母都是可能的選項 3月11號的新聞也說 以目前的進度來看 桃園球場的使用最長可能會延後一個月 會長蔡奇商也說 桃園球場在時間計算上難度非常高 如果要研討一個月 場次要安排在哪一個球場 上週就已經在做準備 以及整個的應應措施 包含4月16到17 以及4月26到28的比賽在內 總共可能會有11場比賽要換場地 大家注意這個時間點喔 這是3月11號就知道的事情了 到了隔天3月12 初步評估前面6場桃園的比賽會受到影響 已經開始處理場地變更的程序了 然後到了3月20 新聞有說 4月初中子會再跟樂天球團舉行審查會議 確認草皮的生長狀況 這樣才知道4月16跟17 能不能在桃園進行比賽 如果還是不行的話 就要再召開第二次的審查會議 確認4月26到28能不能在桃園進行比賽 簡單說 4月樂天剩下的屋上竹場比賽 能不能在桃園打 都還不確定 一切都要等審查的結果 不過就算不行 應該也不用太擔心 反正賽機場會長3月11就已經說過 如果要延後一個月 場次要安排在哪個球場 都已經有在做準備跟應應措施 所以應該沒問題啦 大不了就是跟前面幾場一樣嘛 那天去流浪 借人家的球場來打比賽而已 這種情形以前其他球隊也出現過 像統一以前要進行登柱工程 或是U12要使用台南球場 統一師都有去其他地方流浪過 這並不是什麼太稀奇的事情 結果就來到我影片開頭講的 4月8號經過場刊之後 審查委員認定 他會在草皮狀況不能比賽 4月16跟17的比賽要延賽 不對啊 怎麼會是延賽 應該是要換場地打吧 就跟你們開啟的前九場主場比賽一樣啊 現在這個情況不是場地的突發狀況 也不是什麼添透因素 而是你在一個月前 就已經知道場地有可能不能夠進行比賽了 你有一個月的時間去準備場地的備案耶 會場都說有在做準備跟因應措施了 結果場地呢 怎麼變成直接延賽 對於熱電球員來說 延賽跟改地點相比之下 他們可能會比較樂見於延賽 改地點就會增加人員移動的交通成本嘛 票房可能也會比不上他們長期經營的桃園主場 可是延賽對球員是不好的啊 我可能每週也有固定的先發輪值 但是你這一延賽 最近是會比較輕鬆啦 可是後續有可能會出現單週六戰 或是賭賽之後會有特別密集的賽事 到時候我投手調度就會很吃力 那還倒不如不要延賽 讓我的比賽場次分佈的比較平均一點 這樣投手的負擔會比較小 除了成績可能會好一點之外 也可以降低短時間內密集出賽而提升的受傷風險 這點我覺得對於樂天以及他的對手都一樣 他們都會因此比較不利 可是這個問題是樂天的球場造成的啊 如果要延賽承擔後段賽程 變得比較密集的後果 這是你們的事嘛 畢竟是你們的球場 可是關統一什麼事 為什麼統一也要承擔這個延賽的後果 而不是相對影響比較小的改場地 網友也因此發想出了一些延伸的玩法 既然這種早就知道的場地問題 可以用延賽的方式來處理 那假如我最近球隊上邊比較多 或者是最近這幾場牛棚太操勞了 我是不是就去外野挖個洞 或把草皮拔一拔 然後說我的球場這幾天比賽要延賽 當然這是一個比較極端的舉例啊 可是還是有點出問題所在 原來要延賽不一定要靠下雨 而是存在操作空間的 大家都想知道 為什麼這次是延賽而不是改場地 是樂天想這樣做嗎 是不是他們想要把主場留在桃園 還是這一個月他們跟聯盟都已經試過各種管道了 真的沒有球場可以用 至少在我拍影片的當下 還沒有看到球團或聯盟出來做任何的公開說明 還有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是 樂天球團稍晚也宣布了 除了4月16跟4月17的比賽之外 其他桃園主場的賽事門票 會按原定時程於隔天開賣 這就奇怪了 你都還不確定 4月26到28的比賽能夠進行耶 那還要再經過一次的審查會議 蔡奇商會長也說過 桃園球場進行例行賽前 必須先打測試賽 也就是說4月26到28的比賽 必須審查會議通過 測試賽結果也沒問題 過了這兩關才能夠在桃園打例行賽 會長還有說 桃園球場在時間計算上難度非常高 結果你現在直接先賣票了 這麼有把握 如果到時候桃園球場還不能用怎麼辦 這次是要 延賽還是要改場地 不管是哪一個 都會造成先買票的人的困擾 那後來在晚上11點多的時候 我們看到球評乃哥的X有說 據了解 樂天有去洽詢雙北地區的場地 但因故都無法借到場地 目前雖然宣布沿賽 但聯盟將介入協調 另尋中南部場地 這就出現了很多奇怪的點 怎麼會先宣布沿賽 然後再繼續找場地 這個順序不對啊 如果沿賽是可以比改場地更優先的話 那沿就沿了啊 為什麼還要再找場地 那如果是以改場地為最優先選項的話 就應該是等中南部的場地也確認過都不行了 真的沒有球場可以用 才會宣布沿賽嗎 像現在這樣 先宣布沿賽 然後再繼續找場地 這本身就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會讓人覺得 很像是本來打算沿賽處理 可是想不到引起球迷這麼大的反彈 才趕快協調看看 有沒有中南部的場地可以用 當然 是不是這樣我不知道啊 只是會讓我有這樣子的感覺 好啦 今天的影片就講到這邊 就等待聯盟波羅天球團 有沒有一些新的公告出來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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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